航空法 目前只考過東京公約其中的征修三 就是不能上任科技,不能隨便打下來這件事情 那通常我在這邊有補給你們 就是所謂的這個反恐三公約 有東京公約,反恐三公約 這個是我會接你們有空看,沒空就算 但是我會寫在這邊,跟什麼東西呢? 航權,其實講了十幾年,但好像都沒有老師敢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其實蠻好考的 有九個,當然三八一點你可以寫更多,沒有意義 九個是主要的,更重要是前五個到前七個 看你有什麼分類 其實七八九是同一個,所以你可以說前六個 五六是一組,一二是一組,三四一是一組 聽得懂,上過課應該聽得懂他講什麼 沒上過課上網查,沒時間講了 這個東西你可以在考前看一下 你出國能夠那麼順利 什麼帛琉泡泡什麼鬼的 都是要談航權 所以當然會想到帛琉泡泡基本上 萬一可以順道帶這個影子 當然都考航權OK 但我覺得老師應該不會一樣考 因為帛琉泡泡也是今年的事情 去年有帛琉泡泡嗎? 有,去年就有對不對 後來爆了對不對 今年又要再一次 但是他當然不是在考醫科 他可以帶出航權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跟帛琉至少要談到什麼航權 才有機會下飛機 叫你懂還講什麼 你不是禍我 你也不能用金蹄泡泡下飛機 聽不懂的上網查 聽得懂的 麻煩趕快看一下講應的複習 或聽半懂的 如果你是正班的同學應該要聽得懂 或者知道他哪裡查 不是正班的我現在也救不了你 不能這樣救你 但是我剛剛說你的方式 航權很好查 沒有90個航權 最多就9個 麻煩你去把那9個調出來 調圖檔 網路上都有 你如果想你這都念完了 閒來沒事 或者睡不著覺 麻煩把航權圖調出來 看一下 到底拿9個就可以考了 懂嗎 好 那再來 好 所以這張圖包含了整個國際法的相對位置跟相對時間點 然後武裝聰我講完人權法 那名屁物都已經講了 領土航空國家責任 那當然船或打仗有國家承認 跟計程 其實7、8講這些不是很重要 那當然什麼國內法跟國際法的關係 那個麻煩自己看一看就好 這個不難 這個念卸法一個都讀過 好 那我特別畫一下 這再上去有太空 太空有5個重要公約跟幾個原則 那這個東西在外交特考考過了 尤其是去年的 好像第一題還是第二題 上課我補充過 那沒事的話 就睡不著 麻煩去把外交特考題目調出來 選擇題目背一下就好 正班課我教完了 那這個部分這邊來不及我就不點 因為幾乎沒有考題 應該是沒有考題 太空法沒有考題 但是在外交考過 而且是去年最新的考題 好 那這是這個部分 那我這樣講 法源 學說 基本上是抽象的概念拉出來 這是比較具體的 這個東西你們就看得辦 這個可多可少 沒有什麼一定要花時間念的 法源唯一要念牛法條 規約 國際法院規約38 沒有了 背到爛 所以連我都背得起來 因為我最討厭背法條 38條把它看完 我有付給你們 你就可以考應付所有法源相關的題目 你還真的把故事書有關法源 那比如三四時間念完 不要啦 不要那麼用 用功不是壞事 但不要那麼浪費時間 除非你其他科目都老神在在 那當然OK 沒問題 國際組織 這打仗的好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 這邊 我這樣寫好了 彼此的交流 如果大家 奏會 不是單純的外交派什麼 那就是國際組織 聯合國啊 歐盟啊 經貿 東南亞國協 APAC 各種層級等級不同的國際組織 那國際組織裡面有扯了一個東西叫觀察員 比如說WHO 那這邊我們當然 各位同學拜託 考試 考試不要去扯 麻煩考試要理心一點 就算我們是支持獨立或怎麼樣 麻煩腦袋要清楚一點 基本上 為什麼 這不會這樣考 但是我覺得其他社論體可能會考到 我不管 為什麼經不了WHO 稍微解釋一下 你不是會員國或是不要想 什麼會員國 聯合國 但是聯合國下面的東西啊 懂在講什麼嗎 你都不是人家上面的東西 你怎麼能教人家下面的東西 想的美嗎 懂不懂意思 反之亦然嘛 不要悶著頭跟鄉民瞎其後 愛國跟社會現實要分得清楚 最近有個國家示範給你看 加加波瀾 拿得要清楚一點 聽得懂就聽了 聽不懂就準備考試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前面的部分 我們就先帶到這邊